好 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持续锁定我们本周的体谈动态 本周我们同样邀请到这些主播亚历哥跟我们讨论 亚历哥好 小蓝好 大家好 好 当然一连串有很多精彩的赛事来了解一下 当然最近在打的就是亚洲杯篮球比赛 那现在透过我们的图卡就可以知道说 两场比赛中华队是一胜一负 当然就是我们第一场刘真 我们看到小飞人现在目前是终身带飞人 29分轻取80 不过在对上速敌韩国的时候 可以看到四节得分 看起来是不大 但是最后我们还是在比赛当中 87比73败下阵来 压历哥怎么看这两场比赛 我们知道重华队在先前 我们上个礼拜也谈过 刚刚在澳洲墨尔本打完了 这个世界杯的一个资格赛 其实是蛮惨的 面对中国面对日本 其实都输了超过30分这样的一个分数 那这一次去到亚加达打亚洲杯 第一场比赛虽然是赢了同组的巴林 那第二场比赛面对南韩 其实传统的这种台韩大战 大家都希望好想赢韩国 对不对 可是这场比赛前一场比赛非常威的留真 前一场比赛对巴林拿29分留真 这场比赛得分是个位数 而且出手13次只命中了两球 而且我个人觉得虽然最后是87比73 输了南韩14分 但是我觉得那是他们没有真的全力打 如果真的他们认真四截全力打的话 可能在中华队这边也要输到30分 没错就像我们上次讲到 世界杯那个时候中华队的确是缺乏了很多经验 当然外星也差很多 那现在大家讲说 阿提纹归位了好像可以好一点 但就连他们的我们自己的小将 林廷谦也说到 他很婉转的说 我们的篮板保护的不是很好 那摊开数据来看 阿提纹 西篮板相较于对方的规划洋将 这个常年的规划洋将 罗健额相较起来12个篮板 这个禁区内线跟配合度好像真的有一些落差 的确这场比赛我们看 我们讲篮球比赛传统的一个挡拆 那洋将到高位来制造出机会 来找到空档来出手 可是我觉得在执行层面上 韩国队的确是打得比中华队好 很有经验 那个老江湖 罗健额其实从2014年那个时候 就已经规划到南韩了 一直打到今年打8年了 其实真的是比我们戴维斯 其实比戴维斯可能还要长寿 这场比赛两队的命中率 其实你看南韩投篮命中率4成7 中华队只有4成1 他们罚球命中率超过了8成 8成2 而中华队只有6成 各种数据其实我们都输他们 虽然韩国队不像是过去 三分球那么准 其实从我那个时候 看李中西 许仔 现在连许仔的儿子 都在这个南韩国家队 许凶 许迅 没错 可是我们还是从以前到现在 还是好想赢韩国 就是打不赢 没错 其实韩国队真的是训练有数 但从压力跟那个年代坏到 就算人家金钟馗都已经是算是 老像这种部分了 那现阶段他们坑到了 中国我们来看看中国好了 中国第一场比赛呢也是80 193岁给韩国 韩国这些球队过去来说 一直也都是亚洲强权 尤其是他们不管是在经验上 外线上 不管在以前整个打下来 中华队虽然说亚洲杯换了一些人 在我们看到刘真嘛 还有像是像陈英俊 还有林亭谦 这些我们所谓的CBA战将回归 不过看起来短期之内 好像很难突破列强 的确就像小燕讲 你看在这次分组的一个赛事当中 连中国都会输给南韩 当然中国这一次不是这样的一个 一线的国家队的阵容 他们受到了COVID-19疫情的一个状况 的一个困扰 但是他们竟然输给了南韩 输给了 输了有多达十二分之多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南韩这支球队 他们在整个战术的执行层面上 其实达到的比率是非常高的 加上你想想看罗靖尔 才200公分高的一个长人 中国随便抓一支周琦 都超过 随便抓一个王健林 都比他高啊 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体系配合的问题了 两场比赛打中国打中华队 都是这样的两位数分数的胜利 就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南韩他们的一个球风 从以前到现在 有他们的一个长处 是别人学不来的 没错 好想赢韩国不能只用说的 还是要打得出成绩 而且亚里哥说到重点了 COVID-19的影响 真的要讨论一下 因为现在就有人在微博 在流传的时候 中国对一堆人确诊 隐性的黑数 现在还有人说打完才知道 原来你还没转阴 等于说他是全场比赛阳性在打 那这样大家就紧张了 因为接下来我们中华队要对上中国 大家就怕说 哇塞 你这样把我们这样 在场上 有没有流汗 卡位什么的 这样接触 就担心有确诊的问题 这也是一个蛮奇妙的现象 其实我觉得这两年 在整个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在办这样的一个大型的国际的赛事 你看从去年 今年年初的北京的冬奥 你看到现在的亚洲杯 其实我觉得除了主办单位 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要筛检之外 其实各自球队的一个道德标准 我觉得这个是自我要求的一个问题 那爆出来这一个 孙明辉 那个媒体人是周鹏 在微博留言 你还没有转移你就上场 吓死 那不是直接告诉大家 你就是直接带着病毒上场 要传给大家吗 虽然现在台湾也是有超过400万人 已经是得过了 Combinite 19了 对不对 要集体免疫 这政府说的 可是我觉得还是 在这样的一个赛事 如果被人家抓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真的是会被别人说嘴好久 好 那没关系 我们会持续关心到中华队的赛事消息 那我们同样来关心到 另外一个来台赛事 也就是NBA 因为NBA现在休赛季 交易真的是每天都有 满天飞 我们就先来谈谈 拦网双侠 拦网人生 不能再讲KD或者是Ervin 因为这两个人都有戏码 蔡老板会要气死的 先讲KD好了 KD说要换他 至少球队要丢出四到五个首轮签 而且还要加一位 不用巨星 但是你要All-Star 就是你要入选过明星队 重点是他要交易过的球队 对方还不能够损失太多战力 就举这种话来讲 这三只都要留着 我就问 哪一只球都会当这种冤大头呢 我觉得真的太难太难了 当然KD是像来网队的老板 就是台湾的老板 要求Trade me 交易我 他自己也讲了 他比较倾向 想要去太阳 或是热火 这两个下家 可是问题是 来网开出来条件 就像刚才小兰讲的 这太巨大了 抢劫 你要想想看 KD已经34岁了 那他现在剩下来的合约 四年一亿九千万美金 平均每年是五千万美金的这样的顶心的合约 你要球队能够吃下他 然后要送出正宗的一个潜力球员 甚至是全明星等级的球员 我觉得这是抢劫 不光是蓝网 最近在犹他爵士队 他们想要交易 这个Mitchell Donovan Mitchell 也是开出像这种 像蓝网这样的 抢劫包裹 抢劫包裹 江太空钓鱼 愿者上钩 看看有没有哪一个是潘纳 我真的觉得这个交易看起来很有趣 刚才雅里哥也提到 就是说 爵士队丢掉了 我们看到狗贝尔 现在呢 哇 Mitchell也说了 交易我之后 你们就不用玩了 反正大家来放话 看谁放得多 那当然每一季都要想到胡人队 胡人队这个 我们大概从在前 至少两个礼拜有了 讲Irving啊 好想来 这沾黄抛媚言嘛 你就是给我Irving嘛 对不对 我们两个就是想要在一起 但是现在呢 问题就是来了 你要找谁 谁能够持下Rossel Wastebrook的第三个合约 之前说马次有机会 但是现在好像又没消息 而且胡人还命列了 他们第二名单 像Pulleyhead 还有像是Turner 也都是他们的口袋名单 但是 陆花怡有意 流水无情 劉玛说 咱不考虑 亚里哥你怎么看呢 布鲁克林拦网来讲 那他们现在的交易优先顺序 是把KD放在Kerry Irving前面 他们现在只想要先把KD先交易出去 看看能不能有一些回报 能够收回几个首轮签 或者收到几个明星级的球员 那Kerry Irving 当然我们知道 LeBron James希望就是 重组2016年的时候 在骑士队夺冠的这样的一个阵容 可是 那就像小蓝刚才提到的 胡人要怎么样解决现金的问题 因为新的总教练 那Westbrook要不要留 留在队上的话定位是什么 那如果继续留下来的话 Kerry Irving来角色会不会冲突 我觉得这个都是胡人现在要考虑 并不是LeBron James 虽然他从生涯到现在 已经是20年都搅出了顶级 这样的一个数据表现 但是在LBJ的生涯末期 能不能如他所愿 我觉得要考量的地方非常多了 对啊 可以看到 就是说同城的快艇 现在老板不一样 愿意砸钱去玩 但胡人堆现在没有办法 你们现在财力跟那个 你们现在的球员交易就是如此 所以我在想了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说明到开打后 这个Rossel Ways 可能都不知道穿哪一队球衣 我们又会持续来关心 NBA最新的交易动态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就是在棒球赛事消息 我就说我们这个嘴巴真的很灵 为什么呢 我们每一周都要讲到 拉个男人 拉个男人 大谷祥平 真的是周周创进入 看到这个数据 他这个数据最难的是说 天使最近真的是烂到有胜 三次的指败 全部都是 Ot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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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aniさん 真的是把大联盟当夹子员在投 亚历哥 我觉得大谷祥平现在每一次出赛 一方面是天使不中用 一方面是大谷投得太好 他每一场比赛的表现 美国的媒体记者 都好多好多东西可以写 没错 又创了什么什么样的记录 你看他在昨天的先发 六局12K 连续四场先发 都是双位输的三阵 天使队对史上上一次 有人可以连续四场比赛 先发投手 投出两位输的三阵 已经是45年前的三阵王 Nolan Ryan了 那上一次 有日本的投手 能够连续四场 有三阵的表现 是野貌英雄 Normal 你看都是 多么久以前的事情 至少20天以上了 所以他最近是不断地在写下 各种各样的一个记录 而且你要知道 他去年整季 才拿下九胜 现在整个上半季 还没有结束 大谷祥平 已经是拿下九胜 去年我们说大谷祥平 上半季是打者祥平 下半季是投手大谷 因为下半季 好像他打了明星赛 全力打大赛之后 整个下半季好像软掉 结果全力打打不出来 因为他上半季 全力打输 就已经超过30支了 最后还是 本来很希望说 他整季能不能有50胸 下半季的一个低潮 还是让他差一点 不过 今年的大谷 的确缴输了跟去年 我觉得不相上下的 这样的一个成绩 你记不记得 我们在整个四五月份 的节目讨论到 大谷好像慢热 好像今年不行 不符合去年的 联盟MVP的身价 结果没有想到 你看最近这一波 不管是投手大谷也好 打者翔平也好 都缴输了这样 顶级的一个表现 没错 可以看到大谷翔平 本季真的是相当出色 而且待会再来讨论一下 全力打大赛 因为可能这去年 打者的表现也是有起伏 不过大谷翔平真的很特别 因为去年大家都知道 差一胜 可以追凭 那个babyrus 十胜 然后有一个 全力打的纪录 而且现在可以看到 去年我们讲到明星赛 他去年是入选了 先发投手跟DH 上次我们讲到竞争名单两位 现在确定了美联的名单 就是大谷会继续来竞争 而且就他现在的投手 这样的表现 就目前为止表现 大家已经说 他已经媲美去年赛养奖等级 所以今年他很有可能来挑战 第一个美联赛养奖 第二个就是蝉联MVP 这也是史无前例的一个技能 当然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讲的 去年整季只拿9胜 现在上半季 还没有到明星周 已经是拿9胜了 很多 而且现在在整个明星赛票选之后 又是二刀流的入选 那今天的最新消息也确定 他不会参加全力打大赛 因为本来剩下最后一个名额 一直在传说是不是大谷 不过大谷在台湾时间 就今天就宣布 就是确定不参加 今年全力打大赛 那今年就像学长讲 我觉得要拼赛养奖 如果下半季能够维持 上半季这样的一个 投手表现的话 的确是有机会 没错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创一点记录 那不打全力打大赛 有可能考量一下休息 这赛季被操成这样 等一下打全力打大赛 知识又被调到走掉怎么办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名单其实也都出来 洋洋洒洒 其实基本上很多都是 我们讨论过的熟面孔 看到美人 我们看到小葛 看到阿土伯 还有看到Anderson 尊于法官 还有我们的怪力男 还有Otaniさん 都在榜上 那国联的话 也都是很多熟面孔 包含像今年回春的Golden Smith 还有像到Machado Turner 还有Mookie Bass 还有Bruce Hopper 这几位选手 也都是明星赛上课 那结果这个名单 雅里克 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些选手 是我们觉得可以在明星赛来期待一下 是要的 其实这个就是 星度是非常非常的高 你看不管美联跟国联 其实过去的大联盟明星赛 他们赢的球队 可以得到世界大赛的一个主场优势 那有差了 不过现在这两年是取消了 那不过在明星赛 其实大家看到这么多的一个明星 包括大股翔平二刀流在内 那 Mac Trout 我觉得明星赛可能不知道能不能打 因为他最近又传出了伤势 最近这场比赛又没有能够上场 在国联这边 你看到今年红雀队的Gold Schmidt 超过三十几岁了 但是今年打击完全的回春 另外Machado 那勇士队的Rano Acuna Jr. 还有到期的Mookie Best Mookie Best在上半季其实也是 待在商兵名单蛮长的一段时间 也期待就是说 看看在明星赛当中 有什么样的表现 当然Brice Harper 现在是没有办法打明星赛 因为他在被 这个出身球打到手之后 动刀 现在至少要休息两三个月 那美联这边 就看看法官Aaron Judge 当然 我觉得明星赛 其实每年的明星周 除了全力打大赛 未来之星 明星赛的这样的表现 其实有看同 好 那我要再来提一下 就说因为我们这一次 在洛杉矶打的明星赛 所以大家可能会猜测一下 因为在到期的主场 那大家就猜测说 国联会派哪个投手 刚才就有说到 Kershaw今年表现 虽然说短暂进入一下 商品名单 不过以他目前的成绩 似乎也是有机会 被推上这个明星赛 来担任宪法的 当然Kershaw 其实在去年球季结束之后 他就变成了自由球员 那在整个开季时期间 也一直传说 Kershaw有没有可能会穿上 其他队的球衣 不过还好 最后关头 到期提供了给他一份 一年1700万美金的合约 而且今年Kershaw 还蛮划算的 这样的一个养生头法 我觉得也还不错 还蛮划算的 也还不错 我觉得在到期的主场 半明星赛Kershaw的一个先发 那如果遇上美颜 是大谷强评先发的话 那又是一个 可以炒作话题的一个焦点 没错 那好了 大谷我们也期待你 就是让我们每周 能够看到你 拉个男人的出现 可以打个满罐炮 或是来一个全部全K这样子 那当然我们刚才也一直在提到 就是全雷打大赛 全雷打大赛 其实过去呢 大家都很好奇 这个产赛名单 那今年 其实也是有很多卖艺点 包含像我们之前提到了 老魔兽 包含像 还有像 我们可以看到 Alonso要拼连霸 包含到很多球员 这次就终于公布了两个名单 那大家都好奇 就是说全雷打大赛 大家都很期待 不过大家也提到一个关键点 就是过去有很多选手 参加全雷打大赛 打了一堆 人家说全雷打的那个 全部打光了 下半季打不出来 早期像Bobby Abreu 或是Otani 是不是全雷打大赛 有这样的一些魔咒呢 因为这跟这几年 整个全雷打大赛的一个赛制 的一个演化有关系 你看要在两分钟里面 打那么多球 对不对 或者限时几分钟之内 然后要打出几个球 对不对 我觉得那个对于短时间的一个 体力的消耗是非常大的 那当然 整个打击姿势的一个调整 其实这几年 就是像刚才小燕讲的 从去年的大古祥平 到以前的很多的 参加过全雷打大赛 不过也有人是 参加过全雷打大赛之后 是拿到全雷打大赛之后 下半季反而大爆发 就是Standon 杨基的Geo Carlos Standon 他那个时候 拿下全雷打大赛冠军的时候 那下半季是打了超过30支全雷打 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 个人的状态不一样 那在整个下半季的一个调整 我觉得大古祥平 不参加全雷打大赛 觉得对他应该是个好事 对啦 就像我们说的 也稍微休息一下 怎么不能玩家把面都抢光啦 那当然Alonso就是想要拼三连霸 那昨天也公布的那个 守护者队的 Jose Ramirez也确定要参与了 那也是期待一下 这亚历哥也是期待一下 Alonso我觉得他是赚利用钱 因为他 他有欠这个钱就对了 他前面两年是拿底薪 对啊 这个全雷打大赛的奖金好像也 100万 100万嘛 对100万美金 因为他前两年光是靠 全雷打大赛的奖金就比他年薪多了 当然现在 今年他得到仲裁了 今年他的薪资是比 这个100万的奖金要高的 不过 这个利用钱如果可以赚 那为什么不赚白不赚呢 那倒是 Albon Pujols 今年要打全雷打大赛 我是蛮想要看 42岁的生化人 在这样的一个 因为我们知道 在全雷打大赛的一个赛制 有第一轮 第二轮 第三轮 都是捉对厮杀 没错 那如果Pujols 能够打进到第二轮 第三轮 他还够不够力 那这个是 其实会让球迷蛮好奇的 我们都很好奇 这些球员 老崩老也是人家保土豆 老的还不止你们这些 再来看一些老的 哇 这个三老 多老 跟王建平同起的 大家都不陌生 早期在老虎队 最讨厌的 第一个 大都会 UNSantana 双城都在双城 还有就是这个家伙 Valander 那时候 哇塞 虎虎身锋 到现在还在虎虎身锋 青年也拿到11胜了 对 7局9K 13局 20K Valander 放第一个 再来就是Ceaser 我看到 哇 也是一个37岁的年纪 这个青年表现也是瞎瞎叫 另外一位 虽然说青年表现 没有前两位那么出色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 早期在皇家 还有在酿球人表现出色的 Grenkie 500场先发 5万颗球 哇 这三老真是厉害 其实加上我们前面谈到的 道琪队的Kershaw 这四个人 这四位现役球员 其实未来应该都会是 名人堂的一个球员 那Kershaw今年34岁 那其他这三老你看 37 38 39 Sherzer在这个月 7月底就要满38岁了 那看到这个Zagrenkie 我们过去叫他Z魔神 那500场先发 你想想看 一场先发算投 90球到100球 5万球真的是不简单 他是继Villander之后 能够在现役球员 第二位达到5万球 那过去大联盟史上 是Tom Glavin 以前勇士队这一位 左投的巨头 曾经生涯投球数 有来到6万8千球 那是很恐怖的 很恐怖的投球数 不过我看到这三个人 今年虽然也都是 算很高的薪水 他们在去年球季结束之后 跟Kershaw一样 都是成为自由球员 那Schurzer是跟大都会 签下了顶星 顶星 今年是4300万美金的年薪 大联盟最高薪的一个投手 没错 那Villander虽然过去两年 大概只投了一场比赛 因为他动了Tommy John 37岁的投手要动 韧带自换手术 我觉得需要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勇气 加上一整年的复健 因为去年一整年他都在复健 但是今年的结果证明 这个等待 复健是值得的 你看看 今年到目前为止 十一胜 大联盟的胜头王 真的 太空人给他今年这一年 2500万的年薪 其实非常非常值得 划算 真的划算 Zegrenke 今年重新回到他生涯的起点 堪萨斯皇家 他是四大巨头加科小里面 最低薪水的 不过有1300万 回到生涯的起点 他当初拿下美联赛养奖 就在皇家队 今年虽然好像四五月的时候 一胜难求 不过最近几场比赛 也是投得吓吓叫 我觉得职业运动就这样 你好好的保养自己的身体 你还是可以在场上 来贡献出你的一个价值 然后可以拿到千万年薪 没错 就是这些老球员 过去带给我们美好 现阶段我们只能够 看一场就多一场 为什么 因为可能接下来就要走向退休 这条路了 好 那把镜头转回到国内的职棒赛事 当然上周 我本来想要讨论那个 乐天跟统一的冲突 但没关系 先来讲讲 乐天上半季风亡 哇 那个他们的日记教练说 总算不会让人家觉得 日本教练很落魁的 那加上另外来讲 同样来讲富邦汉将 我们上次讲完之后 稍微好一点 那最近就吞下了九连败 然后刚也经历完了中止选秀 我们就来说 我们最近的这个中止消息 压力该帮我们聊聊 当然乐天桃园在7月10号这一天 是拿下了上半季的冠军 我们知道在中华职棒的这个赛制 上下半季的冠军 那最近这两年 整个赛制修改 还有一个全年的胜率 那乐天桃园 2020年被日本的财团 乐天财团接手以后 从Lamingo桃园变成了乐天桃园 那个时候洪一中 冠军总教头去到了富邦汉将 然后觉得 怎么洪一中 昂中一走 整个就拿不到冠军 结果今年 哇 曾豪居 居总的带领之下 终于是拿到冠军了 其实今年如果你看数据的话 乐天桃园 不管在投打两端的一个数据 上半季都是联盟第一 他们的团队投手的防御率是2.94 联盟五对第一 团队打击率两成八七 也是联盟第一 而且今年虽然小胖林鸿玉 然后朱哥朱玉贤 然后陈俊秀 打击都陷入低潮 但是年轻球员 像是林立 陈静 哇 这些纷纷窜起来 你说为什么这样团队打击 两成八七 全联盟第一 年轻球员窜出头了 就是过去的选秀 你慢慢的扬起来了 所以今年的乐天桃园 开花结果 那说到了富邦汉将 他们也是透过选秀 也是选秀 他们老板也是大财团 也是有钱 也是砸了大钱啊 可是最近又吞下九连败了 哇 那今年可能 真的是要来抢这个选秀 抢明年的选秀状元了 还想再提一下 就是说大家觉得 因为都选投手 所以大家都预测 本来在第四轮对五轮 中信兄弟可以抢到一位 我们上次讨论过宋文华 就没有想到被大饼 饼总 蓝湖 拦到那个宋文华 雅里哥 你怎么看这一次宋文华 落在第四输入被选到 其实蛮让人惊讶 我通常我会觉得说 以这样旅外的选手来说 宋文华应该会在前面一二轮 最少第三轮会被选走 结果没有想到掉到第四轮 我才被同医师拿走 其实在先前的 有一些的说法 虽然今年在整个 宋文华在小联盟的出赛成绩 数据还不错 但是最近有一种说法 就是他好像有点类似 像郭文志之前的 所谓的投球失忆症 那到底状况如何 那可能因为这种说法 已经在各队的球探之间 就已经是有流传了 那现在统一师 也用第四轮把它选进来 那就看看 过去曾经在归山国小 拿下世界上班冠军的宋文华 那回到台湾来 其实他在美国这几年 也是受到疫情的一个影响 那能够回到台湾来 加盟职棒 又来到了过去的 投手王国的统一师队 其实看看丙总 能不能把这宋文华养出来 对啊 这个投球失忆症真的很恐怖嘛 上一个应该就是 你想到曾松伟 好 没关系 持续关注中职消息 再来 来到温布顿网球赛事 看到画面就知道 我们的乔帅 相当的出色 四连霸达成了 而且大家都关心说 接下来 当然打到冠军 大满贯 其实不稀奇 接下来美网 澳网 因为他没打疫苗 接下来能不能有效的出赛 这也是大家 很关心的一个赛事消息 不知道亚里哥怎么看 接下来这些大满贯的赛事 还有这次的 那个温网的情况 其实在今年的 温布顿开打之前 就已经确定 Jokovic应该是没办法打美网 因为现在北美的一个规定 就是外国人 你没有打疫苗 就是不准入境 可是最近就有一种 这种质疑的声音出来 因为在包括了北美 加拿大 美国在内 就是他们是规定 一定要打疫苗才能入境 可是本国人不在此限 本国人不在此限 就是说如果你是美国球员 你不愿意打疫苗 可是你还是可以打美网 加拿大在美网之前的一个蒙特罗的大事赛 也是美网前的一个热身赛事 加拿大的规定也是一样 本国籍不在此限 我觉得Jokovic自己倒是看得很开 他说就像今年的澳网一样 没打就算了 当初澳网是澳网的主办单位 给了他特殊的豁免权 但是这个事情被媒体报道出来之后 引发了澳洲的民怨 所以澳洲才法夹弯 把他最后遣送出去 没错 但是我们之前也讲过说 除了像废坝还在养伤 那我记得我们每一集都有讲到 乔帅跟我们讲到Refio拿到 因为这几个人真的是过去 到现在还在垄断 三巨头63冠 短期之内 我觉得未来在我们有生之年 要看到这么强的网球三人组 我觉得真的是蛮难的 对从2703年 Roger Fedor拿下第一座温布顿 他在温布顿就是三四五六七 2003到2007 温布顿五连霸 2008输给拿到 可是在整个2003到2010年前期 不要忘记如果大家查一下 在2010年之前 朱康菲奇只有一个大满官 可是从2010年之后 你看他一口气拿了20座 反倒是年纪比较大 今年8月8号要满41岁的Roger Fedor 他上一次打进大满官的决赛 是2019年的温布顿 那一年在有先来到赛莫迪的情况之下 结果输给了朱康菲奇 现在41岁了 我觉得距离大满官应该是越来越难了 那其实从过去 Fedor的经验看起来 他过了35岁之后 大概还有三年左右的一个高峰期 也就是我们推到他上一次打进到 大满官的决赛 2019年 那大概高峰期可以到38岁 那36岁拿到 35岁的朱康菲奇 一个22冠 一个21冠 如果未来还有两到三年的一个高峰期的话 我觉得那些中生代或新生代 真的这些后浪还要再等一等 这些后浪你想要冲着这个前浪不太可能 这三只 好了让一只啦 两只加起来我觉得70冠都有可能 这个大满官算是这样打下去 能够打败他们的只有疫苗 对就在讲就跪不去 好没关系 网球讲完了之后 再来聊聊跟网球很像的运动 也就是羽球了嘛 那四些球后戴智颖可以看到 其实常常看到戴智颖 不只在网球场 广告也常常看到对不对 最近真的是很忙碌 吴越泰国公开赛 印尼公开赛 哇都拿下了好成绩 但是他最近18场赛事 11战 哇打得非常非常激烈 最近有可能 要回到了台北羽球公开赛 这也是国人能够目睹 球后的一个最佳风采 当然27岁28岁的小戴 好久没有打台北公开赛 上一次打台北公开赛 是在2018年 过去他在这场赛事当中 也曾经三度丰厚 不过小戴最近的整个出赛 真的太频繁了 从5月的泰国开始 到现在我是7月中 9个星期里面 他参加了6项比赛 这个星期原本 他应该是要在新加坡打 新加坡公开赛 他也是大会头号种子 第一场比赛也打败了对手 是白玉珀 可是就传出了 有这种大腿 好像不舒服的一个状况 不想勉强自己去打 虽然他是大会的头号种子 因为小戴他要备战 7月19号开始的台北公开赛 因为他毕竟是已经 4年没有打台北公开赛 希望能够在国内 尤其小巨蛋 或者来替国内的羽毛球迷 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所以他现在希望 经过这个礼拜休息 他的一个大腿拉上的伤势 能够恢复到 让他能够在台北战 角出好表现的一个情况 没错过去我们都知道 在2017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小戴是放弃了 更高积分的赛事 在台湾打世大运 那当然我相信 因他我们过去跟他采访的经验 他应该是很想 也想为自己拼一下 在台北公开赛 第四座的女单冠军 其实以BWF 就是世界羽毛球总会的一个积分排名 过去正常的时候 积分排名是52个星期 有着每单一年度的 你取积分最高的时长比赛 来做积分排名 那戴志颖现在虽然世界排名 从球位置掉下来 但是这两年由于疫情的一个影响 我们知道在整个积分方面的计算 是跟过去不太一样 那最新的消息就是 下个月八月初开始 国际羽毛球总会 才会开始取消 2019年的 这样的一些网球的一个积分 因为2020年受到疫情影响 几乎一整年 很多巡逻都没有比赛 所以19年的积分 一直保留到现在 不过现在慢慢慢慢 要回复到常轨 预计到明年2023年初 就会回复到过去的那样的计算 52周之内 10场积分最高的比赛 来决定羽毛球的世界排名 没错 大家也很期待 能够在宝岛看到 我们代资影精彩的表现 今天也谢谢压力哥跟我们讨论 谢谢压力哥 谢谢小兰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咯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